无量寿经科著 第四回学习班 第九十五集 2014年10月27日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尊者师父上人慈悲 诸位善知识慈悲 阿弥陀佛 不孝弟子自了 冒昧报告的题目是 摄耳地听 上次谈了念佛的秘诀 时时做临终响 接下来应该谈谈念佛的方法 有些人念佛的时候 专心在字上 精力集中在脑海里 要清晰地浮现阿弥陀佛这四个字 念佛的方法 我们请民国三位大德来开示 他们都是念佛的过来人 夏连居老居士 绿航老法师 应光大师 绿航老法师是夏老的学生 是我们的大恩人 他把无量寿经汇集本 从大陆带到台湾 离老居士遇到了 后来交给师父上人 我们今天才能看到 祖师大德教给我们 念佛的方法是 舍耳递听 即是听声音 用耳朵 认认真真的 听自己念佛的声音 一 夏连居老居士 听佛宣迹 一 原文 法门无量 要在民心 功高益尽 无如念佛 此方真教体 清静在英文 欲成三昧 先修耳根 一切时钟 佛号力然 声不悦翘 耳听长满 随缘自在 文性内熏 丝砖响极 至情荣朗 佛是本觉 念是始觉 以念起文 以文修念 文即是念 念成于文 有念必文 无文非念 有念念兮 无文文静 从文入流 反文自信 但能生生唤醒自己 即是念念长觉 但能不随颠倒 即是翻破无名 初则 倍成相觉 即则 始觉何本 九则 始本相敏 自然能所两望 二 略是 引用下老居士 敬语的原文 连贯起来 略是他上面的 听佛宣迹 即是用下老的话 来解释他自己的话 此方真教体 大要在心听 原通先从耳根正 念来自句 用心听 自幻自醒 还自应 妄想千般都莫管 生生佛号 要分明 一句六字真经 循环莫叫暂停 无论苦乐动静 耳边利利佛声 防备静缘千转 如护声鸟风灯 互容互舍 以心听 听久转凡 能入圣 闻勋闻修 闻自信 一根还原 诸根静 听识更比 念识真 兜设六根 学识志 反文自信 奉观音 自乎自省 还自知 念佛见佛 成佛实 生合乎心 心应乎生 心生相依 妄念自清 始觉究竟 即本觉 果能心口 自自相应 静中功夫 实得八九 果能念到 心静如一 方知真空 不离妙永 一生佛号 一生心 念念弥陀 摄六根 字句分明 而应口 凡情消畜 见慈尊 此事连终 真途径 存以音声 续会命 二 律行老法师 并耳念佛法 念佛宗旨 本为 射心专注一境 令散乱心 渐成片段 乃至一心不乱 若欲达此目的 必须将 阿弥陀佛 四字鸿鸣 字字都念得 清清楚楚 听得 明明白白 但耳根 对生成 须由听力强锐 方能格外清晰 并耳者 即合并 两个耳根的听力 用在一个耳根上 试看古人射箭 惊人放枪 当他瞄准时 揭闭一眼 用一眼 视力格外分明 而听力 异附如是 律行初学词法时 先将右耳听力作异 并在左耳 听一百声 再将左耳听力 并在右耳 听一百声 然后 两耳平均听一百声 或者 射心计数 出三声 注入左耳 次三声 注入右耳 再四声 二耳一起听 共为十声 如是循环练习 不过一跃 大见功效 一往妄念分池 现因听力特别增强 见受约束 偶起妄念 随即觉知 日久自成习惯 不必坐意并耳 而自然并耳已 精云 此方真教体 清静在英文 这持民念佛者 诚不可 不加强听力 三 印光大师开示 兜色六根 一 兜色六根 敬念相继 乃以 比 被绝合成之生灭 转而为 被尘合绝之生灭 以其正于 不生不灭之 真如佛性也 今人若不 兜色六根 敬念相继念佛 绝无实证之希望 二 色心念佛 为决定不义之道 而色心之法 为反文罪为第一 三 念佛下手 罪要莫过于听 听 则心诚而依 所谓 兜色六根 敬念相继者 四 当时 常自念自听 大师之菩萨 兜色六根 敬念相继 即注重于 听之一法耳 五 念佛之要 在兜色六根 敬念相继 与兜色六根 只常听 自念之佛声 则得之以 六 念佛之法 各谁基于 不可指定 然于一切法中 则其罪要者 莫过于 摄耳地听 七 兜色六根 敬念相继 心念 耳听 字字句句 念得分明 听得分明 便是往生正音 八 兜色六根 而念 为敬念 念佛时 常听自己 念佛音声 即是兜色六根 之下手处 切须 切须注意 九 听即 兜色六根之法 此法无论 上中下根人 用之皆有益 而无必 凡一切人 皆以地听告之 十 念佛音法 理极高深 适圣平常 欲求新佛相应 第一是 至诚恳切 第二是听 反闻念佛声 成听尖道 婚善自除 十一 色心方法 种种不一 随其人之根器用之 自得其意 若服最为切药之法 总不过 大师智 兜色六根 敬念相继八字 十二 念佛要心中念得清楚 口中念得清楚 耳中听得清楚 从遭字目念 从遭字目听 比贪多贪快 而含糊不清 功效悬殊也 十三 念佛之时 必须舍耳递听 一字一句 物令空过 久而久之 身心归一 听之一法 使念佛要法 无论何人 均有利无弊 功德甚深 十四 愣言经 大师至元通张云 兜色六根 敬念相继 得三摩地 思为第一 即是 舌耳地听之法 当依此而念 不致人就 妄想分飞而 十五 所言 心口耳 悉令清除者 即兜色六根之法 则也 心 即一根 口 即舌根 心口念 而耳听 眼鼻 眼鼻绝不至 向外持球 深意不至 巨傲放肆 今人念佛 多多都是 不肯认真 固无笑耳 十六 须心中念得清楚 口中念得清楚 耳中听得清楚 即默念 亦须常听 以心一起念 即有声像 自己知耳 听自己心中之声 故明明寥寥也 十七 无论声末 均需舍耳地听 能常听见念佛的声 则心自归一 此法最稳当 无论上中下根 均可得意 绝无受病之余 十八 都设六根 入手再听 无论大声念 小声念 不开口 心中默念 均需字字句句 听得清楚 此念佛之秘诀也 信愿行山 为净土刚要 都设六根 为念佛秘诀 知此二者 更不须再问仁义 十九 念佛之要 在于都设六根 当念佛时 设耳地听 即是设六根之下手处 能至心地听 与不听而善念 其功德大相悬殊 此法无论 上中下根人 皆可用 皆可得意 有利无弊 以令一切人 皆依此修 二十 当念佛时 或生或末 均需视耳地听 不令一字一句 滑口念过 大师至菩萨所谓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者 即此随念 随听之一法也 果以此说 决定往生 若获陶巧 定成大作 自物物人 害其有疾 二十一 须知兜舍 注重在听 即心中默念 也要听 以心中起念 即有声像 自己耳 听自己心中之声 人是明明了了 果能字字句句 听得清楚 则六根通归于一 教笔修别种观法 为最稳当 最神力 最弃力 弃机也 二十二 念佛法门 以信愿行 三法为终 念佛之要 在于兜舍六根 敬念相继 于兜舍六根 敬念相继 无论行柱坐卧 常念佛号 或生或末 皆需听己念佛之声 倘能如是 则夜消之朗 藏尽服从 凡所作为 皆兮顺遂 二十三 无人果能 具真性切愿 如子一母 兜舍六根 敬念相继而念 即是以世智反念念自信 观音反文文自信 两重功夫 荣于一心 念如来万得鸿鸣 久而久之 则即众生夜时心 曾如来秘密葬 所谓以果地觉 为因地心 故得应该果海 果策因缘也 二十四 念佛必须设心 念从心起 生从口出 皆需 字字句句 分明了了 又徐视耳地听 字字句句 纳于心中 耳根一色 诸根无由外持 数可数字 一心不乱 大师之所谓 兜舍六根 敬念相继 得三摩地 思为第一者 即此事也 文书所谓 反文文自信 信成无上道者 亦即此事也 二十五 念时 须心中念得清楚 口中念得清楚 耳中听得清楚 即不开口 心中默念 亦须字字句句 听得清楚 以心一起念 极有声像 自己之耳 听自己心中之声 人是明明朗朗 能常听得清楚 则心归一处 神不外持 故言也不踏实 鼻也不踏袖 身也不放异 故名都舍六根 如此念佛 名为敬念 以舍心于符号 则杂念 虽上位全无 然以轻简多多矣 若能常常相继 便可谴得一心不乱 身则得念佛三昧矣 二十六 无论行柱坐卧 身末 都要字字句句 心中口中念得清楚 耳中听得清楚 默念不开口 心中仍有声 自己的耳 听自己心里的声 与开口朗念无异 此为念佛 最切要之妙法 且不吃力 能言经大师之菩萨云 兜舍六根 敬念相继 得三摩地 四为第一 而能听得明白 则六根 兜舍无一意 如此而念 名为敬念 敬念能常相继 则可得念佛三昧矣 二十七 欲舍妄念 第一 要心存恭敬 常若身在佛前 不敢起别种念想 第二 要字字句句 心里念得清清楚楚 口里念得清清楚楚 则妄想 自渐渐消灭已 即默念 也要听 以心意起念 即有声 自己的耳 听自己心里的声 仍然明明了了 愣眼睛大师之菩萨云 兜舍六根 敬念相继 得三摩地 四为第一 注重在听 六根 即 言耳鼻舌生意 心即意根 口即舌根 听即耳根 心念 口念 耳听 此三根一摄 言也不会东张西望 鼻也不会 闻别的气味 身也不敢放逸 懈怠 顾名 兜舍六根 兜舍六根而念 自无 污渣妄念 顾名 敬念 敬念 必须要常常相续不断 顾名 敬念相继 能敬念相继 久而久之 及众生与众生与众生 称如来秘密 以赞 则由三昧宝 正十项宝 方之慈宝 辩满法界 赋予慈宝 普世一切 士尔地听 并不只是 印光大师提倡 古来大德 都是这样教人 随举一例 偶一大师 我们看 弥陀要解几段话 为信愿 直辞名号 则 一一声 悉具多善根福德 信愿行山 生生圆具 所以名 多善根福德因缘 所持之名号 真实不可思议 能持之心性 亦真实不可思议 持一声 则一声 不可思议 持十百千万 无量无数生 生生皆不可思议也 只此信愿 庄与一声阿弥陀佛 转结拙为清净海慧 转剑拙为无量光 转烦恼拙为长极光 转众生拙为莲花化身 转命拙为无量寿 主是这里都用声 一声阿弥陀佛 声声阿弥陀佛 他不用句 通常我们说 一句阿弥陀佛 大师的措辞 不是无地放始 不是随随便便 这是有他寒常的意思 提醒我们念佛的方法 听声音 舍耳地听 今天就报告到这里 报告过程 恐有错误 恳请师父上人 及诸位善知识 批评指证 不令赐教 阿弥陀佛 不孝弟子 誓之了寇成 他不一定会见到这里 你越来越了 练乱